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位置就在台东的 芝本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风势跟雨势都蛮大的 现在雨还有比较小一点点 在刚刚比较早之前 其实雨势还更大 那在芝本这边 其实沿路因为风势的关系 可以看到像我旁边这边 有一棵树 疑似就是因为风太大了 所以被吹一段倒在路边 其实看起来是蛮惊人的 如果说它是压到车子的话 后果是不堪设想 那在我们刚刚开过来 沿路的道路上 其实路上都有很多 像是这种树枝树叶等等 都是被墙风吹落 就这样挡在路上 所以提醒大家 山区真的不要再前往 因为真的是蛮危险的 那另外在芝本这边 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叫做白玉瀑布 再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瀑布看起来是非常的吓人 因为霞在一起 大量的土石倾泻而下 而且由于山上在降大雨的关系 所以他们降下来的水是 瀑布的水量是非常非常可观 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提醒大家说不要再靠近了 因为白玉瀑布这边附近道路 已经因为瀑布的水量太大 所以道路都有一些积水淹水的状况 靠近的话其实是会非常危险的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水势会再变得更大 而在芝本这边 今天的游客量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 几乎都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因为在这边随着时间越晚 风雨就会更大 有一些饭店今天就已经不接待客人了 甚至有提醒已经预定的客人 你可以退订或者是延后 今天这两天台风期间尽量不要前往 那也做好了防台措施 像是把一些帐篷收起来 把树枝绑紧等等的 那也听大家说台风期间 真的尽量带在家不要出门了 保障自身安全 以上就是我们在台东的最新情况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回棚内 好 主播各位观众 持续的更新山库尔台风 对墾丁这边再来的影响 那其实现在记者的位置 在于墾丁的南湾 现在目前感受到是风浪是非常的大 那雨是也是一直拍打上来 雨是也是一直拍在记者的脸上 那目前墾丁这边的阵风 是来到了八级左右 这个浪高是又来到了八米 我们现在在南湾的一处停车场 不过看到我的脚下 其实已经淹水起来了 几乎是到了记者的小腿肚的地方 我们在持续的往前走 这个风真的是来的一致右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呢 停放了一台汽车 那它也是直接倒在地上的情形 另外呢 还有摆放在这边的椅子啊 以及三角椎 还有这篮子 全部都被吹得东倒七弯 那这边的淹水呢 其实是一路一直沿到前方的 那其实走在这边 是红灯的 是红灯的很大 那其实呢 走在这里呢 其实有点痛苦难行的 好我们在持续呢 带您来讲问一下 现在墾丁南湾的情形 那往我的右手边这边看 其实墾丁平时天际晴朗的时候 这个颜色 海边的颜色是非常拘大 不过现在全部都是黄土 就是有泥沙 然后海面上呢 这个浪是一波一波 一直打上岸的 那其实海巡人员呢 在前两天的时候 就已经先把这边的海边 都进行封闭了 南湾其实一场 都是民众在同时 水上设施会来到的地点 不过呢 因为这几天台风凝翔 所以都没有观光客来到这里 那街上呢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冷清 还是提醒民众 虽然说这个山脱已经转为中台了 不过呢 还是要随时留意台风的动态 那以上就是我们现场 为你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把时间交换谱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警报资料 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台风 目前呢 就是还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 偏北在走 不过未来呢 会向东北来向台湾来靠近 那以目前的这一个警报资料来看的话 大约在明天的这个上午八点前后呢 它有可能在台南高雄这一带来登陆 那由于这个台风呢 虽然说它强度上会持续的减弱 那暴风范围也会稍微缩小 那不过呢 这个对登陆点的这个破坏力呢 还是不可以小看 一定要注意 另外就是它虽然暴风圈稍微缩小了 但是影响的范围 其实对陆地来讲 影响的范围还在还在扩大当中 所以目前呢 气象局是针对了这个苗栗以南 以及这个花东呢 是发布这个路上的台风警报 包括澎湖 那这海上警报的警戒范围呢 就包括了台湾附近各海面 除了北部海面还没有划入以外 所以呢 不管是路上海上都要特别严加的戒备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台风未来呢 它的这一个变化呢 由于这个受到台湾地形的影响 所以它强度会持续的减弱 登陆以后会减弱的会更快 所以它登陆的时候呢 如果不是一个 不过如果还是一个中度台风的话 那当然要特别注意 它登陆以后 它也很快的就会变成轻度台风 也就是说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是属于轻度台风 甚至于变得更弱 所以在这一段的话 在明天就是 这个威胁的范围虽然扩大了 但是除了登陆点那边的 这个威胁会更大以外 其他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常常会有一些 局部性的这个蚝雨啊 强风啊 是属于需要再去注意的 但是后天的话 它的影响就很微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目前 卫星图上面 结构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这个很强的暖心结构呢 已经慢慢消散了 就是它的这个中心呢 这温度开始变冷 表示它的强度不断地在减弱 那我们从雷达回波呢 就可以看得更清楚 它的原因呢 就是首先看到台风眼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越来越 结构越来越差了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环境 就可以了解 在迎风面这里 还是有非常强的回波 背风面的回波呢 是非常的弱 这代表所有的水气 都被台湾阻挡了 在背风面呢 只有一些干空气 这是越山以后的这个干空气 又暖又热 所以它进到台风里面呢 就让它没有办法继续发展 对它的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它会越来越弱 在靠近台湾的这个过程 会持续地减弱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到目前为止 这个降的雨 就是说由于这种形态 台风从南边过 那这一个这个平东风呢 不断地把水气 跟台湾地形都产生交互作用 所以最大的降雨 就是在这一个台东啊 屏东啊这一带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雨量呢 已经达到了将近一千两百毫米了 那风力的话 由于台风还没有完全靠近台湾 所以现在量测到的风力 都还不是最大的风力 等到晚上到明天呢 这一个有很多地方的风力 就会出现 尤其登陆点的这个强风 就要特别地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未来的预测呢 就是在第一段 也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 可以看到台风不断地靠近 这个还是迎风面 这里还是有大量的降雨 那在背风面呢 相对就比较少一点了 那另外呢就是 比较靠近台风环流的 这个南台湾呢 雨也会比较多 尤其它在登陆的这一段时间呢 南台湾的雨呢 也会大幅地增加 那东半部呢持续地下 所以这一个这样的降雨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哪边要特别地注意了 那到了明天晚上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雨很明显地减小 大概只有北台湾 还会持续地 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气象区所预估的雨量呢 大致上跟原先预估的差不多 不过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在台东的山区 从原来的一千山 它已经提高到了一千六 你就知道说 这个降雨是非常有效率的 那边是很容易产生灾情的 那其实各山区都还是要持续注意 滩方落石跟堵支流 低洼地区也要防范淹水 尤其还有这个大潮的关系 这都是要注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风力的部分 目前气象区大概提供的 这个资料呢 是到明天清晨的六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风力呢 达到停班停科的标准 大概是桃园以南 都有达到这样的标准 那另外呢 只有大概只有北北基桃 在明天清晨六点以前 还没有达到 那在台东南高坪 都有达到停班停科的标准 不过这是滚动式的 也许到等一下 到十二点的这一报 也许又会改变 大家还是要留意最新的资料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